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打不过我还跑不过 学会逃之夭夭 留之大吉 也是我们摆脱困境的重要技能之一啊 跑逃跑在古代 自然也是有很多张变脸的 事实上 跑当奔跑的意思讲 是个后起义 它的本意是 受足跑地 唐朝以后才用作奔跑的意思 而在唐朝以前 古文里通常用走来表示跑的意思 寡人之于国也中说 弃甲夜兵而走 意思就是 升掉盔甲 拖着武器而逃跑 由此你还可以知道 走当走路甲也是后起义 所以在古文里遇见走 时常是要翻译为跑逃跑的 奔字也有跑的意思 这个咱们都知道 而奔和走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在奔往往是因吉士 而奔赴 比走更含急迫的意思 如 聊斋志意中 为了快速躲避狼的追杀 徒乃奔以其下 就指的是 徒夫于是奔跑 并且靠在草舵的下面 不仅走字本身 能够指跑的意思 以走字旁为偏旁的字 也可以指跑 比如 屈炎富士 指的是 奔走于权贵 一副有权势的人 屈之若鹜 则指 像野鸭子一样 成寻的争着去 可见屈字本身 也有快走 跑的意思 如礼记中 规定古大的步行规矩有 执欲不屈 意思就是 手握着欲 为避免将欲摔坏 不能快走 去字也有时 能与屈相通 这时候也能指 快走 跑 如韩非子中说 肥大于骨 难以驱走 肥指人的小腿肌 俗称腿肚子 骨指大腿 意思就是 小腿比大腿粗 就很难跑得快 桃子本身 就能表示逃跑的意思 如 或脱身你逃 不能容于远近 翻译过来就是 有的脱身逃跑 不能被远近各地 所容纳 除了逃 还有不少 以走字底为偏旁的字 也都能表示逃跑的意思 先说说义字 桃义也就是逃跑的意思 所以义也能指逃跑 如义民义去 命足吃之 意思就是 一个乡民逃跑了 县令并命令士族 抓住鞭吃他 桃顿同样也是逃跑的意思 所以顿也能单独表示逃跑 不过顿与桃相比 更为隐蔽 多指悄悄地溜走 不知趣向 如义府上 华珍已弃广宁盾 意思就是 张鹤明的剑印刚上奏 黄华珍已放弃广宁逃跑 接着看鞭字 他也是走之地 也有逃跑的意思 如 向多鞭民 隐田不以自食 财富甚少 指的就是 从前有很多逃到本地的百姓 隐瞒铁母术 不以时相报 财政赋税很少 此外 逃跑还可以称为逃亡 王字 现在通常指死亡 而事实上 王的本意就是逃跑 所以陈设世家中有 金王一死的说法 意思就是 现在逃跑也是死 古人会计直接说死 所以用逃跑 也就是王 委婉地代替死 后来就使得王 也变成了死的意思 关于跑逃跑的表述 是不是大有门道 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 跑作为奔跑甲 是后起义 所以在唐首以前 最常见的跑是走 而走作为走路甲 也是后起义 因此 在古代汉语里 见到走 很多时候 都是要翻译为跑 逃跑的 奔也是跑 但它一般是因急事而起 比一般情况的走 更加急迫 驱是若鹜 驱焉复式的驱 也有快走 跑的意思 而驱与驱相同时 也能表示快走 跑 以上是普通意义的跑 而钻指逃跑的词语 则有下列的情况 首先是逃跑的桃子 此外 桃义的义 桃盾的盾 也都是逃跑的意思 而同为走之底的步子 也可以是逃跑的代名词 另外 还需要特别注意 王的本意不是死亡 而是逃亡 因而王也能指逃跑 这一家 你又掌握了这么多种逃跑 高考的文言文 是越来越逃不出 你的手掌心了 那儿 我会让你再往下列的词语